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为什么有些老人身上有老人味 真相让人心酸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人年纪大了之后 身上就会出现一股奇怪的老人味 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尤为普遍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因为老人的年纪变大 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导致的 直到后来看张全玲在一档节目里讲了一个故事 多年以前 他当记者时 曾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空潮老人家庭比例的话题调查 调查采访过程中 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多老人的家里都有一种老人味 但张全玲也不知道这种味道是怎么产生的 他跑去问医生 医生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于是张全玲在一户人家做采访时 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位老太太 您多久洗一次澡 老太太迟疑了片刻 缓缓说道 我呀 尽量不洗澡 一个人在家 人老了 洗澡是最危险的事 万一摔了呢 我这后半辈子给孩子多大负担呀 我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呢 这段话从张全玲口中说出后 就像是一个催泪弹 把观众和嘉宾全听哭了 是啊 普通人谁能想到 在那么大的城市里 老人一个人住在楼房里 要什么有什么 竟然不敢洗澡 而这竟然会成为 他们身上出现老人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敢洗澡 不敢受伤 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每一个字从老人嘴里说出来 都显得无比沉重 父母子女的一生 竟然会是彼此欺瞒的一生 更可怕的是 张全玲在节目里提到 在2010年以前 中国的空巢老人 数量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几 后来 这个数据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而根据严格的科学测算 到2030年的时候 这个数据大概会飙升至百分之九十 这意味着什么 届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父母 需要离开子女 独自生活 他们可能病了 也不会告诉子女 吃不好 睡不好 也偷偷瞒着 甚至就像前面那位老人一样 连最起码的洗澡都不敢 而身为子女的我们 对事实一无所知 我们看不到父母的小心翼翼 看不到他们的担心 看不到他们的无奈 同样也看不到他们的孤独 因为看不到 所以人生注定要多很多遗憾 我外公和我外婆 一直都是离开子女独自生活的 一直到06年年底 我外婆突然给家里人打电话 说我外公嗓子不舒服 连饭也咽不下去了 家里的舅舅阿姨们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 立马带着外公去省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后 让所有的人心都碎了 外公得了食道癌 并且是晚期 最多活不过四个月 还有一件事 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其实在半年前 外公八十大寿的时候 他的嗓子就隐约感到了不舒服 只不过当时一来 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 二来也怕麻烦儿女 所以他一直隐瞒 后来病情加重 外婆几次三番催他去医院做检查 他仍然不愿意打扰子女 结果就是这半年时间 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遗憾 中国人很含蓄 总是不愿意过多表现自己的内心 害怕麻烦别人 害怕成为负担 这种心理在老年人身上 存在尤为普遍 他们宁愿用伪装和逞强来面对你 也不愿低下头说一声我需要 宁愿在电话里说我很好 也不愿告诉你我想你 所有的谎言听起来总是让人心酸 朋友大刘和我讲过一件事 他说他妈每个月都要打好几次电话来找他要生活费 每次要的都是固定的数目 没过几个月 大刘就有点不耐烦了 对他妈说 以后一次性给你打过去生活费 就不用隔三差五再麻烦了 但很意外的是 他母亲拒绝了 之后大刘母亲还是依旧在每个月固定的几个日子 打电话来要钱 大刘心里直犯嘀咕 跑来问我 是不是他妈被什么人骗了 怎么总花钱 我不了解事情 劝他别多想 老人每次要的也不多 应该没什么问题 直到有一次他妈突然生病住院 老人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拿出一笔钱给大刘 都是平时大刘给他的 老人没花 自己偷偷攒了起来 也就是那个时候大刘才知道 原来老妈频繁地打电话给他 根本不是缺钱 只是想和儿子聊几句话 大刘平时工作忙 老妈平时说个什么事情 没几句就被他打断 每次都是这种事 等我回家了再说 每次挂掉电话后 就再也没有回音 直到老人家发现打电话要钱的时候 儿子会有耐心很多 问问家里的米用完了没 有什么缺的 有啥要买 虽然话也没多多少 但在老人心里已经足够温暖 小时候的孝顺靠爱 长大后的孝顺靠钱 更被挨的是 我们明明知道 父母要的不是这个 但是永远都选择 一意故心地用钱来代替爱 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 没有利润的生意存在的意义 就像他们不能理解父母的孤单 父母总是不能做到 将想念和在乎说出口 于是很多子女便越来越不能理解父母 更不能理解父母同样需要陪伴和被爱 反倒是很多骗子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后大打温情拍 欺骗寂寞的留守父母 有些孩子一个月和我一起吃好几顿饭 而我儿子可能一年才能陪我吃两三顿 养儿防老 孩子都不在身边 人活的年纪再大 又有什么意思 可惜人们忘了 忘了时间的残酷 忘了人生的短暂 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 忘了生产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靠物质弥补缺失的陪伴 靠一切都还来得及蒙蔽自己 父母为孩子付出了一切 为孩子挂心了一辈子 而孩子偶尔的一点回报都会被视为福气 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为孩子撑起一片天 到了无能为力的老年时期 被孩子麻烦和依靠了一辈子的他们 只想着不给孩子带来麻烦和困扰 不用坏消息打扰你 不让你添烦恼 是我失去所有强大力量之后 唯一还能为你做的事情 他们爱你如生命 在力气耗尽之前 都把爱孩子当作本能 但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付出 当作理所当然 父母也是人 会脆弱 会不安 会需要子女的在乎和爱 甲平蛙40岁以后 才觉出自己不是一个好儿子 在人生的几十年里 追逐事业 爱情 靠着给母亲寄钱来寻求自己的心理平衡 母亲对我的好 我不觉得是母亲对我的好 当我得意的时候 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 当我有委屈了 就想给母亲诉说 当着她的面 哭一回鼻子 人的这一生 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父母 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世界上最无私 最纯粹 最深厚的爱 我们应该感谢父母 给予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来到人世间 经历人间的悲欢离合 体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享受人生的幸福和快乐 感谢父母含辛如苦 把自己抚养成人 感谢父母对自己呵护有加 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无私奉献 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别说自己忙 忙不是借口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事不是因为你太忙了 没时间去做 而是因为你没有把它 当做你最重要的事 如果你把它当做 你最重要的事了 你再忙也会有时间去做 孝顺父母何尝不是如此 有些人总是找借口说太忙了 把孝顺父母的事一拖再拖 他们根本就没把孝顺父母 当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等想要孝顺父母的时候 父母却已经离他们而去 其实孝顺父母 并不是让我们天天守在他们身边 有时候只需我们抽一点点时间 问候一下 关心一下 人在忙 打个电话的功夫总是有的 哪怕只有一分钟 哪怕只是几句话 也该抽空问问他们 干啥呢 吃过了 昨晚睡得好吗 最近身体怎么样 只要你多用点心 就会发现他们真的会像个孩子一样 傻傻地笑着 天真的笑着 那是用心去感受 才能体会到的美好 好好爱父母吧 理解他们 陪伴他们 告诉他们 别怕麻烦 有我在 有我在 出现老人味 五个方法帮忙解决 一 清除死皮 老年人 新陈代谢降低 身上也会有很多死皮 老皮 这些死皮 通过细菌繁殖 含有氧化 就会产生难闻的味道 正常个人洗澡 一般不会进去干净 这时候 建议单独进行死皮清理 尤其是下肢 小腿 脚踝 还有上身的后背 等不容易清理到位的地方 建议 使用浴巾 浴巾 进行搓洗 将身上的死皮清除 能够减少异味的产生 二 注意请换衣服 请洗被乳 身上注意清洁了 但是也不能够忘记 自己经常接触的地方 同样也是需要进行清洁的 因为老年人身上的皮脂皮屑 脱落之后 这些物质也都会有异味 很容易粘连在衣服 或者床单被褥上 因此 也需要注意清洁 这些身体需要经常接触的用品 也能够降低异味 三 治疗慢性疾病 很多慢性疾病 也会导致身上出现异味 如果身上出现尿骚味 可能是因为慢性肾病 如果出现粪便气味 则有可能是因为肛肠疾病 糖尿病则会导致身体上出现腐败异味 因此 老年人想要身上的味道减轻 这些慢性疾病 也是需要及时进行治疗的 不然不仅会有异味 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四 调整饮食结构 老年人建议选择清淡 易消化的饮食 如果食物较难消化 再加上本身老年人的肠胃就比较虚弱 就很容易造成肠胃负担 可能会导致口腔异味 或者是身体异味等情况的出现 因此 平日里多吃蔬菜水果 肉类选择鱼虾更好消化 五 戒除不良习惯 爱抽烟 常喝酒 不爱洗澡的人身上 都难免会出现异味 老年人也应该注意尽量 戒除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不单单是与身体上的异味有关系 同样也是会威胁我们的健康安全 老年人身体虚弱 更是不应该尝试 身上的异味是老年人经常出现的问题 其实主要是年纪大了 身体抗氧化能力降低 其实并不算是一种疾病 老年人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异常 可能是疾病产生的 但也可能是正常衰老所致 出现老人味需要注意的有哪些 一 耳朵听不见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叫做老年性耳聋 严格意义上来讲 其实并不算是一种疾病 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听力系统正常退化导致的 一般也不需要治疗 如果实在是听力下降厉害 可以使用助听器 帮助改善老年性耳聋问题 二 眼睛看不清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正常的 可能是年纪大了 出现了老花眼 是精状体一种正常老化的现象 四五十岁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 不过如果身体患有其他疾病 突然出现眼睛看不清的情况 也应该警惕 是否是其他疾病导致的 视网膜神经病变 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三 说话不清楚 这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的 语言交流问题 可能是因为年龄增长 导致的口齿不清 但也要注意 老年人是否还能够 与人进行正常交流 如果交流都出现异常 就应该考虑 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问题 建议 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和诊断 家中有老人的子女 应该怎么做 老人年纪大了 一个人有时候很难照顾自己了 作为子女就应该做好 赡养老人的义务 平常生活中 多关心 多陪伴老人 也要细心注意 老人身上出现的异常变化 出现问题时 提高警惕 并及时帮助老人解决问题 做好子女应尽的责任 年龄大了 身体出现一些问题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老年人也不要因此 而感到太过困扰 毕竟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长生不老的 人人都会老 出现身体变化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遇到问题 我们不应该太过消极 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积极面对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老年人少吃 这三种食物 可缓解身上臭味 一 不良嗜好 很多老年人有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中的有害物质 会加快衰老速度 减慢血液循环 破坏血管壁 提高患上心血管疾病风险 随着时间延长 身上的气味会越来越明显 烟雾味道会传到衣服上 灰也容易附着在衣服上 二 高热量和高脂肪食物 大部分人喜欢吃鱼肉 红烧肉等 美味且营养价值高 但这属于高热量和高脂肪食物 若长时间保持这种饮食习惯 可增加肠胃负担 引起身体肥胖 易导致消化不良 肉中含有的蛋白质 容易在口腔中生成含硫化合物 进而诱发口臭 特别是油性皮肤的人 吃油腻食物后 会使得皮肤上藏污纳垢 进而增加体臭 三 辛辣刺激性食物 相当一部分老年人 喜欢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如火锅或麻辣鱼等 但长时间吃辛辣食物 可影响身体味道 使得身体上出现挥发性成分 从而增加体臭 老年人要注意饮食清淡 且易消化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多喝水 减少不良嗜好 远离不良环境 吃完带味道的食物后 如大蒜 大葱或韭菜 需用茶水或口香糖 来减轻臭味 另外 老年人要加强个人卫生 注意皮肤清洁和干燥 贴身衣服 一天一换洗 老人胃主要是从夜窝下 耳朵厚 脖颈处 以及胸口等皮质线集中的部位 散发出来的 因此 需着重注意 以上部位清洁 出汗过多或运动后 需立即擦干身上的汗液 用温水冲澡 且更换干燥衣服 能有效去除汗臭味 若是因为皮肤病或糖尿病 所引起的老人胃 需积极治疗原发病 从根源上解决老人胃问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糖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